接下来我们把这个连接线连接一下 那我们现在要把这个下载板 跟这个地方把它连起来 然后接到电脑上面 那这个下载板上面呢 它有标示的很清楚 它有一个ground的地方就是接地 那我们会习惯把这个黑色的 黑色的部分接在ground 黑色接在ground 那这是良好的习惯 那就请你接上去 那下载板的另外一端呢 就接它所提供的这个micro USB的线 micro USB的线 就把它插上去 那另外这一边 另外这边待会就是要插到电脑上面去 插到电脑上面去 那另一头呢 这个督方线的另外一头也是一样 我刚刚说黑色是接地 黑色接地 所以可以稍微看一下 这边接地就在最上面的地方 最上面 所以你把黑色对准它 这样插上去就接好 然后你的车子呢 因为我们等一下要测试车轮 所以你车子最好把它架在一个可以悬空的地方 可以悬空的地方 那刚好用它 它的这个盒子 直接把它架在上面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 前面右前方这个switch 前面两个是那个超音波的 那超音波之后第三四五六角 请你把它往下按 三四五六角就是控制左边跟右边的马达 那我们把把这个 它的控制的USB线把它插进电脑里面 那插进电脑里面之后呢 那它的电源灯就会亮起来 就会亮起来 那亮起来之后呢 我们看一下这个 我们就把Mblock打开 好 那Mblock打开之后呢 这个 打开之后呢 我们要先做一个动作 就是要先跟板子做连接 那跟板子做连接呢 首先我要先选控制板 那在这个控制板的选项里面 我们的 这一个小车是用UNO的板子去做的 所以请你选UNO 选好UNO 那选好UNO之后 我们要去连接我们的序列铺 就是通讯的窗口 那你的通讯窗口是哪一个呢 我们要去看电脑 按右键 在管理这边 管理里面可以看得到 你的所有的装置 那你的所有的装置里面 在 在这个连接铺 连接铺的这个三角形 三角形把它打开 这里面 这里面你就会看到 除了 你的什么蓝牙啦 之外 会有一个叫做 USB Serial CH340 在CAMS 所以这个10号通讯窗口 就是等一下我们 机器 我们这个小车 跟Mblock 所通讯的一个 一个位置 所以等一下你要记得这个10号 那所以回到我们的Mblock里面来 我的连接 序列库这边 序列库这边就要选10号 那所以板子选好 序列库也选好之后 接下来我要做一个更新韧体的动作 点一下更新韧体 然后它就会开始把韧体传到你的小车 车子上面 那这个韧体的作用就是翻译Mblock 在电脑跟Mblock之间去做翻译 做翻译 然后让你的小车跟Mblock可以做 做这个指令 它的你下的指令 你的小车可以动作 好 这样子就是已经上传结束了 那韧体更新完毕之后 基本上你的小车就可以认得Mblock的指令 那所以我们在这里 这里有一个机器的模组 这边请你点一下 你会发现这里会出现Arduino 那这Arduino指的就是你的小车了 那这里会亮绿灯 那表示现在连接是完全正常的 这个就是连接的部分